世界各地的藏人 星期四在印度达兰萨拉继续举行特别大会 讨论如何应对藏人接连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统治 以及如何在全球为藏人争取更多的支持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 自从2009年3月以来 已经有51名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国的统治 这是中国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带来的后果 这名在达兰萨拉生活了30多年的流亡藏人的看法 代表了许多藏人的观点 他说 到现在已经有41名藏人自焚死亡 他们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的压迫 他们认为除了自焚 没有其他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流亡藏人中年纪较大的人主张和中国举行谈判 并坚持和平的中间路线 但许多年轻藏人主张以更强硬的立场来争取西藏独立 这位年轻的学生说 接连发生的自焚事件 使藏人民族情绪高涨 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高涨的情绪 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中国政府一直指责达赖喇嘛鼓动自焚行为 但达赖喇嘛从来没有公开支持或者谴责自焚的做法 达赖喇嘛没有出席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 但他会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星期五出席一个祈福仪式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